好我们下一步呢 把这个博客列表变成一个一个的博客卡片 所以我们开发博客卡片组件 这个列表先在这摆着 我们开发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替换 博客卡片组件呢 我们应该是单独的组件 应该在这个components里面去定义 所以说我们先不定义了 我们先去写代码吧 到这儿来 我们去给ChatDpt来去提问 这样写啊 大家看好了 使用View3和Element Plus写一个博客卡片组件 我们可以叫做BlogCard.View 然后用于在博客列表中 显示单个博客信息 然后该组件 接受一个属性Blog 这个Blog呢 就是一个GS对象 为什么接受这个属性呢 大家看 这个Blog啊 就是我们这个list里面 它是个数组对吧 每个list呢 这个item都是一个Blog 就是一个博客 这个博客的信息还是比较多的 根据我们之前显示的 写的这个MOOC server里面 像ID,Title,Description等等这些 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Blog主体 传到我们的卡片中 让卡片去自己去管理这些属性 并且去显示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接着写啊 该组件 UI 该组件的UI 分为上 中下 三层结构 我一边写了 大家可以一边想啊 上层 是什么呢 是博客作者 作者是什么呢 是Blog点 什么 我们看一下 Blog点 Authers Authers 这是作者 然后 并在前面 加 Icon 加Icon 好看 对吧 分类 分类的是什么呢 分类是Blog点 这个 Category 好 然后 时间 时间是Blog 点 我们使用这个 Updated 就是更新时间 其实使用创建时间 也可以啊 看自己的需求 Updated 好 这是上层的啊 显示 博客作者 分类 还有时间 然后 中层 显示 博客标题 Blog 点 Title 然后 博客 简介 简介是Blog 点 Description 还有这个 没有了 点击标题 然后 跳转 然后跳转到 这个 Blog ID 就是跳转到 详细页 这个路由 我们上一节 已经验证过了 这个路由没有问题 这是中层 然后下层 再是 点赞数量 Blog 点赞数量 点赞数量 是这个 Likes 对吧 Likes 然后 收藏数量 是Blog 点 Favorites 这也切过来 然后 评论数量 是Blog 点 Comments 好 每个前面 加一个 合适的 Icon 这样看起来 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 以及 中间 要有 这个 左右 间隔 把这个 什么吧 这样写 中间 要有 左右 间隔 按 要 句号 然后 每个前面 加一个 合适的 Icon 另外 还要求 当 鼠标 Hover 卡片 设置 背景色 是 灰色 对吧 这是样式的 然后 CSS 样式 要 美观 可参考 当前 流行的 博客网站 的 样式 最后 使用 V3 Setup Script 好 我们给大家提到很多要求 首先是这个 做一个组件 然后呢 用于干嘛 用于显示 单个博客的信息 在列表中 然后是接受一个属性 这个定义好 组件要接受属性 然后给它说到这个 UI的结构 上层 中层 下层 都显示什么 以及属性的 这个下面的一些子属性 是什么 对吧 根据我们的这个 木口服务 这种的这个数据来 然后还要求什么呢 就是一些 其他的一些 CSS样式的问题 以及使用这个 Setup Script 好 我们按照这种方式 来去写 直接复制 然后粘贴到这个 直接在这笔中 帮我们其实上转 好的 可能需要理解一段时间 这个内容稍微多一点 好 它正在写 正在写 写得非常快 比我们自己写的快多了 OK 然后 它已经写完了 写完了 我们直接把这个代码拷贝 然后直接去 在我们 我们直接去创业组件 把这个代码拷过来之后 慢慢看 Blog Card.View 好 把这个代码拷贝过来 然后做一个调整 可以把这个 Script 放到前面来 不过 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了 要使用这个 View3 Setup Script 但是呢 它却没有这么做 所以说 这个地方有点遗憾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可以简单改造一下 首先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 其实现在也不用return了 我们就直接拿过来 然后把它放在 script中 去写就可以了 把这个 格式稍微变一变 然后其他这些 还有这个定义 定义这个Blog 定义Blog 如果是这个 Setup Script 也不是这么写了 我们可以这么定义 其实根据 你对Vios的了解 来去做就行了 Define Props Define Props 然后 大家看 这个Copiler上 还是比较了解我们的 对吧 Define Props 然后 把这个Blog写上 Type Opt Define Props 当然你这个地方要写一个Setup OK 然后 Computed暂时不需要 不管怎么样吧 我们先把它用起来再说 所以我们在这个Home View中 我们去引入这个Blog Card 然后直接去拿来用 简单粗暴 但用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不能去用L2来写了 我们得用这个 这样 写个Div 然后 这里面使用 先把这个写上吧 这样 拷贝过来 然后这里面呢 这个Blog等于动态的 Iter 好 把这个H1也删掉 全部删掉 好 保存一下看效果 好 大家看 整个看来呢 还是不错的 而且鼠标放上之后呢 也有这个效果 对吧 点击这个标题呢 也能进入这个详情页 还是不错的 但是看起来呢 样式还需要简单的调整一下 比如说我们加点边框啊 然后加一个间距啊 就可以了 这个调整的话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去调整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加一个Class 叫做BlogContainer 然后在这儿写一个Style BlogContainer 然后写一个MaginBoutrum等于16 然后再写一个Boudre EPX Solid 然后F5 F5 这种灰色 好 还可以 我们把这个稍微缩小一下 看了可能就会好一下 缩小一下 然后缩到百分之百 然后我们又关掉这个控制台 大家看 这样看的话 其实还好